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话题 改良和革命的话题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 先给大家讲一则议事 就是2012年在习近平这个班子正式上台之前 班子的第二号人物王岐山 就给所有的中央委员和省部级干部 给他们推荐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本书呢,是由法国的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写的 其中有很多相当好的观点论述 但是王岐山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用意 是让大家看其中的一个观点 一个论述就是托克维尔的这本书里面讲 说法国大革命不是在波旁王朝 最黑暗最专制的时期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爆发的 而是在路易十六一个相对开明的国王 正要准备进行改革的时候爆发的 他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 就是要让中共的统治集团的最高层 要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说现在我们改良已经太迟了 不能改良了 在2012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个统治集团内部 都有一种非常大的危机感 都觉得邓小平所确立的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 现在好像是已经走不下去了 已经走进屎胡同了 搞了将近四十年呢 现在搞的这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民间的反抗越来越大 而且呢看着看着这个外部的这个国际环境呢 也在对他们越来越不利 这个时候大家都有一种危机感 都觉得啊 这个好像是在鸡骨传花 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这个矛盾在谁的手上爆发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要想 这个到底下一届会怎么办 王岐山呢 就给大家有一个交代 就是说啊 下一届绝对不会改良 不改良怎么办呢 走回头路 回到哪里啊 回到文革时代 回到朝鲜体制 你大家看一看 朝鲜现在不是金家王朝啊 这么七十年来不是做的挺好吗 经过了三次政权的这个转移 从第一代的金大胖 转到他第二代金二胖 现在转到金三胖的手上 好像统治啊 还是固若金汤 这一套手法啊 统治政策不是挺好吗 不是非常有利于维护一党专制 尤其是有利于维护这个最高统治集团 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王朝嘛 过去这六年以来啊 习近平就是忠实的执行了 王岐山的这一套路线方针 在党内呢 他要搞集权 搞独裁 把邓小平时代啊 所确立的那个集体领导制的 所谓集体领导制啊 就是各大家族共同分章的这个统治原则啊 彻底的废除了 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中览一切 而且呢 通过选择性的反腐 来大规模的清洗打击他的政敌 那么对党外呢 对党外民间的这些反抗呢 也是镇压起来啊 毫不手软 比如说709律师这个团体 现在就彻底的彻底的被他镇压了 互联网上面本来大家在互联网这个兴起的时候啊 找到了一些言论的空间 现在习近平也要在互联网上面呢 展开争夺战 要跟老百姓争夺这个话语权 现在啊 他们雇用了几百万的这个网军啊 网警对互联网啊进行监控 所有的人的言论呢 稍微有一点点出格 那么他就要找你喝茶 甚至是要进行拘捕 甚至是要把你关进监狱 所有的这些道行律师 就是王岐山那个时候啊 确立的 对外呢 他要进行大势的扩张 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 爱国主义的旗号啊 要进军南海 在南海挑起冲突 另外一方面呢 他在经济上面 也要向第三世界国家打势的扩张 搞一带一路 当然现在呀 这两者都走不下去了 现在他就要打台湾牌 想用台海两岸的这个紧张的局势 来转移矛盾 年纪大的朋友啊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跟老毛那个时代所做的 非常的相近 这一套措施 对这个统治集团 确实是有好处的 但是对人民 对中国的14亿人 那是没有好处的 朝鲜那个模式 大家想一想 对谁有好处啊 就是对金家王朝 金家三代 大胖子 对他们有好处 但是对朝鲜人民呢 那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举国之力 养肥了这三个大胖子 但是朝鲜老百姓死了几百万 饿死了几百万 现在呀还吃不饱 还穿不暖 现在还没有基本的人权 现在呀 连互联网都上不了 这就是朝鲜的模式 这就是习近平想把我们带到的这个模式 就在不久之前 习近平呢 还主持过一个大型的会议 叫做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 实际上啊 这哪里是纪念改革开放啊 这是把改革开放放进棺材 然后最后盯上一颗钉子 这是给改革开放啊 举办葬礼一次大会 因为在这次会议上面 习近平就说了 说得很清楚 他说啊 能改的我们就改 不能改的就坚决不改 他的重点重心呢 是在坚决不改这四个字上面 从过去他六年以来的执政这个措施 一贯的走向看起来 大家都知道他绝对不会改良 从他个人的一言一行看起来 他就知道他不会改良 这次会议以后外界一致的解读 就是改良已死 改革已死 从这次会议以后 任何人如果是再宣传说中共啊 还有改良的希望 那么这个人就是个伟类 这个人就是中共的帮凶 这个人就是在欺世到民 大家知道改良 从这次会议以后 百分之百的已经是死了 已经是老死亡了 已经是绝对不会再复活过来了 那么改良已死之后啊 还有什么选项呢 中国人还有什么选项呢 只有一个选项 那就是革命 一说起革命呢 有些人又吓一跳 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思想当中啊 革命就是武装革命 不错中国过去啊 历史上面发生的革命 全部是武装革命 比如说啊 最早的像陈胜吴广 就领导的革命啊 后来的那个黄金大起义 那这个唐朝的 黄朝的的起义 明朝的李自成的起义 包括这个民国时代的啊 共产主义的革命都是武装革命 那在那个时代武装革命呢 一个很简单的战略 就是用民兵来消灭官兵 因为呀 在军队还没有现代化的时候 那么武器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训练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普通的老百姓啊 他们把锄头打吧打吧 搞成这个剑了啊 搞成长矛了 然后再进行了一些啊 简单的训练 他们的战斗力 就可以和官兵呢 就基本上差不太远 就有机会啊 打败官兵 再加上人数上的优势啊 他们就革命有机会成功 但是在现代社会 武装革命是不是一个选项呢 我们来看一看呢 一个例子 就是2011年利比亚的革命 2011年利比亚爆发了革命 和其他国家的那些茉莉花革命呢 不一样 利比亚是武装革命 因为那个国家是一个部族社会的国家 各个部族 有他自己的武装 有他自己的民兵 革命一爆发 这些民兵呢 很快就起来 把当地的政府废除了 很快的就攻打到 这个首都附近 把首都给包围起来了 在首都里面呢 卡扎菲还有三个女的正规军 他没有动用 这三个女的正规军 主要是由他的这个本部族的人 和一批外国人 他的雇佣军组成的 但是他们是有现代化的装备 和现代化的训练的 是正规军 就是靠这三个女的正规军 卡扎菲的儿子 领着这三个女的正规军 在一个星期之内 就把全国的民兵横扫一空 把他们逼退到 这个利比亚 东北角的一个城市 班加西 要对他们进行维艰 这就是在现代化 军事环境之下 民兵和这个正规军的差距 他们的战斗力差的是十万八千里 民兵真的没有办法和正规军相抗航 所以说武装革命在现代化条件下 真是没有办法搞 那最后在利比亚 如果不是欧洲联军 对利比亚那三个女进行狂轰乱炸 把他们炸的乱七八糟 那民兵就会被他们彻底的歼灭 那所以说后来 利比亚的那场革命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利比亚人打胜的 是欧洲人帮他们打胜的这场革命 那么中国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呢 像利比亚一样呢 不可能 首先是中国 我们连民兵都组织不起来 因为中国我们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是没有枪的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即使是组织起来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抗衡200万人 即使是我们有办法跟200万人开打了 欧洲的 美国的 西方世界的 任何国家的 没有一个国家 他敢来到中国来 来介入我们的内战 因为这个国家太庞大了 这个国家还掌握着核武器 所以说内战 没有一个国家能来干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中国来进行武装革命这条路 无疑是走不通的 一个革命一定是需要一个非常正确的 一个经过充分论证的一个战略 战略对了 那么小的失败小的挫折不要紧 我们还可以走曲折的道路 最后一定会往前走 但是如果是战略错了 那么你就完全没有得胜的希望了 那武装革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有一些朋友呢 他想到了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叫做这个定点打击式的 这种武装暴动 前几年就有一本书 在这个民运圈 在政治反对派的这个圈子里面 流行了一阵子 叫做《必由之路》 这本书里面的观点呢 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武装革命 但是呢 我们可以对中共体制内的那些作恶者 那些守恶者 那些这个关键的人物 进行定点打击 那么然后一点待面 定点打击了一个点 最后对整个面造成一种威慑 让他们瘫痪 达到我们革命的目的 这种说法呢 大家如果进行仔细的论证 也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 那首先呢 是因为啊 我们啊 如果是打击的这个点呢 打击的少了 那么就行不成威慑 中共有九千万党员 有三千万的干部 那有五六百万的军警 你打击多少合适呢 你如果一年啊 打击一百个 连这个十万分之一都不到 你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造成威慑呢 对他们来讲 对很多人来讲 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呢 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 小概率事件呢 它的作用等于零 那么你还要 如果是大规模的大面积的打击 那么你就需要庞大的人力的支持 庞大的组织资源 庞大的资金 还有一整套的这个 完备的训练的系统 那么中国的反对派 拿得出这些资源吗 不可能 到现在为止 这么多年了 一直听见有人在鼓吹武装革命 一直听见在鼓吹啊 定点打击 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一次 为什么不是这些人不想干 而是真是干不了 大家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的事情 就一定要放下 这是在我们能力之外 不要走那些我们自己走不通的路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没有出路呢 我告诉大家 完全有出路 这条出路 已经有很多个国家 已经帮我们走出来了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 就在利比亚的旁边 有一个国家叫做突尼斯 就在同样一个时间 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革命成功了 2011年的时候 那个突尼斯跟现在的中国 是非常的相近 统治者非常的独裁 非常的贪腐 底层的基层的官吏啊 是非常的残暴 老百姓呢很贫困 大量的人口失业 那么失业了之后怎么办呢 很多人就上街去摆摊 但是这个突尼斯也跟中国一样 他有一个机构叫做城管 城管跟中国城管一样 这个很喜欢欺负这些小摊贩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 他这个失业之后去摆摊 结果呢就被城管收了摊子 还进行了一番的这个人生的羞辱 这个小贩呢自己心里面就气不过 又没有能力反抗 最后啊他就自杀 烟火自焚 这一件事情呢 又引起了全国的名分 那是一个小国家 大概一千万人左右 消息很快的就传遍了全国 大家就纷纷的上街来抗议 结果这一抗议啊 这个政府啊 就居然就没有办法了 那一抗议 到了一个月左右啊 这政府就倒台了 这个抗议啊就变成了一种革命 这就是啊 街头革命 实际上啊 这个突尼斯也不是唯一的一个 进行街头革命的国家 比如说在印尼98年 印尼的老百姓呢 就用这种方式 把军事强人 舒哈托的独裁政权给推翻了 在南韩 大家用这种方式 把全斗换的军政府推翻了 在菲律宾 大家用这种方式 把马克思的独裁政权给推翻了 在南美洲也有这样的例子 阿根廷巴西波利维亚 都是用街头革命的方式 来推翻了 当地的独裁政权 甚至是在 共产主义公欧 波兰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都是用这种方式 来取得了民主转型的成功 所以说街头革命这个方式 是现代社会 是在军事现代化条件下 老百姓推翻独裁政权的 一种有效的方式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其中的原理 为什么老百姓上上街 就能把武装到牙齿的政权 给他推翻了 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靠暴力 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的 但是这个暴力啊 它是分层次的 它有一个是常规的暴力 它要维持日常的统治秩序 还有一个是最后的暴力 就是军队 常规的暴力 是由警察监狱和法庭组成的 他们是每天都在运作 要维持这个统治的秩序 那么街头革命的 它是怎么样运作的呢 就是通过老百姓大规模的上街 规模小了可不行 你如果是只有几个人上街 马上就抓你了 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也不行 甚至几千个人也不行 要大规模的 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警察不能够抓人 比如说在一个国家 在中国 如果我们有一千万人 一起上街了 那这个时候警察就抓不了你了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的警察 法庭也审判不了你了 因为他的法庭呢 他排气排不过来 他的监狱也不能够关押你了 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空间来关押 当警察没有办法抓 法庭没办法审 监狱没办法关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他的统治秩序已经瘫痪了 他的常规的暴力体系已经瘫痪了 不能够运作了 不能够运作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就产生 所有的这个想反对这个专制的势力啊 就有机会集结了 大家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啊 阻挡 趁着这个机会啊 把所有抗争的力量啊 组织起来 专制靠什么成功啊 它是靠消灭反对派来成功的 如果反对派这个时候啊 能够集结起来了 能够成长起来 能够崛起了 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的时候 那么这个专制啊 他就动摇了 所以说要趁他这个常规的 这个暴力统治秩序啊 瘫痪的时候 要迅速的集结反对派 迅速的集结成为一个阵营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挑战 专制的最后的堡垒 那个堡垒啊 就是他的最高的统治集团 怎么样挑战呢 不是说来搞武装革命啊 还是用和平的方式 用政治战争的方式来挑战 那么我们和他争夺的是什么呢 和他争夺的是军心 你不是最后还有一个啊 暴力的这个最后的依靠吗 军队吗 你不是想用军队来镇压吗 但是军队不是说你按一个按钮 那些机器就自动上街来镇压老百姓了 不是的 军队是用人来操作的 而人他的动机 他行动的动机是非常的复杂的 不仅仅是因为啊 你说他的上级 他就一定会听你的 他的动机啊 是有利益决定的 是有感情因素决定的 是有很多很多的心理因素决定的 而所有的这些因素啊 我们一旦形成了一个政治阵营之后 我们就可以和那个统治集团呢 可以去和他争夺争夺军心 那么街头革命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以民意动摇军心 当反对派 当民众还没有表达出民意 当反对派还没有集结成为阵营的时候 那个军队啊他没有选择 他只能听他上面的 上面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但是当民众已经表达出强烈的民意了 当反对派已经集结成为政治阵营了 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军队就有了选择 那么军人会怎么样选择呢 普通的官兵会根据他们的利益和感情来选择 普通的官兵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社会的中下层 当这些官兵看见 在街头上抗议这个政府的人群 都是他们的父母兄弟 这个时候他们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们的利益和感情都是和中下阶层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他们会和人民站在一起 会和反抗阵营站在一起 那么军队的高层呢 高层将领呢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高层将领 他们都是超级利己主义者 他们绝对内心里面呢 没有什么忠诚的原则 投靠哪一方 对他们更有利 他们就会投靠哪一方 当然这个利益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利益 还是指安全上的 还有包括政治上的利益 在那个阶层 人到了那个阶层 那就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忠诚 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 那这个时候大家认为 他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 如果是选择反对派 而反对派呢 他们既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支持 又有国际上 国际势力的声援 那么他们又符合历史潮流 而这个他们所保护的 他们过去所保护的这个政权 这个统治阶层呢 他们现在已经萎缩成了一个小圈子 一个小集团 一个孤家寡人的 这样的一个小统治阶层小圈子 这个时候投靠这个小圈子好呢 还是投靠那个 既符合历史潮流 又有民意基础 又有国际支持的 这样的反对阵营呢 当然他们会投靠反对阵营 所以说从历史上 其他各国的这些先例看起来 都是这样 苏哈托厉害吧 他掌握了一个国家32年 他所有的军队的高层将领 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那么最后这些高层将领 当民众全部 全国的民众起来 反对苏哈托的时候 高级将领怎么决策呢 他们决定逼迫苏哈托退位 那最后给他一个台阶 说你退了位 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穆巴拉克 他也是掌握那个国家的军队 几十年 军队全部都是他的亲信 最后怎么样呢 他所有的这些亲信都背叛他 那么再看韩国 韩国的这个全斗焕政权 韩国那个是 他们是最讲究忠诚的 最讲究忠于上级的 他们的等级秩序是最严的 那卢太渔当时的这个军队的二把手 那就是全斗焕一手提拔起来的 是他的仆人 是他的走狗 但是当全国几百万人 上千万人走上街头 当全国人民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阵营 在反对全斗焕的时候 卢太渔做了什么决策呢 马上就抛去了全斗焕 那么最后他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那他成为啊 一个新的这个体制的这个首领 他最后争取到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而这个国家呢 也顺利的完成了民主转型 所以说啊 街头革命就是啊 用这样的一个战略 就是用民意动摇军心的战略 大家上一上街 大家用和平的方式 就把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政权 把它彻底的给打败了 那我在辩局册当中啊 这个总结的这个街头革命的战略 是以民意动摇军心 我的一位朋友啊 封崇德博士他总结的更好 他说啊 是以民变触发兵变 最后以兵变达至政变 民变兵变政变这三部曲 这就是啊 街头革命的整个的过程 以民变开始 最后以政变政治的转变结束 这就是街头革命的道路 这是中国革命的中国转型 最可行的最有效的 同时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道路 好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我知道很多朋友啊 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啊 他们说中国军队啊 是经过长期的洗脑的 他们会不会啊 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不一样呢 那八九年 他们不是就镇压了人民的和平反抗吗 下一次会不会继续镇压呢 下一次啊 我们就专门来讲这个问题 中国的军队下一次会不会继续 当人民起来反抗之后 会不会镇压人民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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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